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4月22號 星期一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波蘭準備好在本土部署核武器 俄羅斯和中共在努力去美元化 歐盟對TikTok下達最後通牒 否則將面臨巨額罰款 涉嫌為中共國安效力 三名德國人被捕 兩名英國男子因為涉嫌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 被執法部門控罪 中國多地大災不斷 廣東的洪災導致多人傷亡 貴州冰雹大如雞蛋 在開始節目之前 向您推薦一個獲得好評的旅遊行程 臺灣和日本都是很多華人朋友都很喜歡的地方 那裡的風土人情 美味的小吃 非常的讓人嚮往 希望之聲為您提供非常好的 臺灣和日本的旅遊線路 而且已經得到了參加過的朋友的一致好評 不購物 不拼團的15人精品小團 最重要的是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目前4月25日的臺灣八天七夜的環島之旅正在報名當中 這個時節也正好是臺灣水果豐盛的好時期 另外還有日本的關東 關西 北海道等線路 也可以為您定制個性化的方案 歡迎查看描述欄裡的詳細資訊 希望之聲等待您的加入 22日 波蘭總統杜達表示 已經準備好接受北約在波蘭部署核武器 另外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宣布 俄中貿易結算已經幾乎做到完全去美元化 杜達告訴媒體 俄羅斯最近把核武器 部署在了白俄羅斯的領土上 如果我們的盟友決定部署核武器 作為聯合使用核武器的一部分 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 加強北約的東裔安全 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在波蘭部署核武器 一直是兩國談判的話題 有網友回應說 這是正確的選擇 面對核威脅 最有效的就是核威懾 還有的人說 當年烏克蘭就不應該放棄核彈 臺灣當引以為戒 即刻擁核 據路透社的報導 拉夫羅夫警告說 西方正處在核大國之間 直接軍事衝突的邊緣 這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19號表示 西方各國領導人 離向烏克蘭派兵作戰 只有一步之遙 這是一個軍事漩渦 可能會把歐洲拖入谷底 歐盟正在玩火 臺灣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王洪仁認為 匈牙利總理歐本不是根據什麼 可靠的事實所做出的結論 而是根據他的政治立場 我覺得歐本不懷好意 他不樂見西方國家介入戰爭 讓烏克蘭獲得最後的勝利 而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國家被捲入 損害到他自己的力 我覺得西方國家有用各種可能的方法 來讓俄羅斯瞭解到 戰爭局面對於整個俄羅斯是不利的 並沒有像歐本講的 會進一步的介入的可能性 在同一天 拉夫羅夫還表示 儘管西方國家試圖阻撓 但俄中的經貿合作正在積極發展 如今90%以上的相互結算 已經轉換為本國貨幣 相互結算幾乎做到了完全去美元化 在20日 美國眾議院剛通過了一項 《為烏克蘭人重建經濟繁榮和機會法案》 這個法案將允許美國政府 沒收被凍結在美國的俄羅斯資產 並把它用在烏克蘭的重建上 俄羅斯回應說 這是非法的 將會採取回應措施並訴諸法律 在3月底的時候 俄羅斯央行發布報告顯示 俄羅斯資產被大量的凍結之後 人民幣成為了俄羅斯外匯儲備當中的 唯一 也是最佳的選擇 在去年 人民幣成為了 俄羅斯交易量最大的外國貨幣 一家金融與加密貨幣新聞網認為 中共正在囤積自然資源 以挑戰美元作為決定石油價格的貨幣地位 這個動作是在中東進一步不穩定 以及北約討論把核武器轉移到波蘭之際發生的 有人呼籲美國 是時候該對中共下狠手了 還有消息指 美國情報機構正在撰寫一份 涉及中共高層腐敗和藏匿財富的報告 包括中共黨魁和其他的常委 資深媒體人顏淳鉤表示 中共高層在美國的資產一旦公開 它的效果就像是一顆原子彈在大陸引爆 能夠直接摧毀中共 另外 在21日晚 普京突然冒著輕盆的大雨抵達克里姆林宮 外界推測可能是有重要的事情發生 丹麥駐烏克蘭大使米克爾森22日宣布 我們的整個F-16戰鬥機隊現在已經退役 會提供給烏克蘭使用 因為我們正在獲得新一代的F-35戰鬥機 據圖片報的報導 德國已經承諾向烏克蘭武裝部隊 供應多達400輛 具有增強防雷防護功能的重型輪式裝甲車 《金融時報》報導說 歐盟和北約正在向希臘與西班牙施壓 要求他們把S-300和愛國者防空系統移交給烏克蘭 兩名美國官員表示 拜登政府正在為烏克蘭準備 比正常情況更大的軍事援助計畫 其中包括裝甲車和急需的火炮與防空系統 美國首次向烏克蘭轉讓遠程版彈道導彈 受到影響的地區 將是整個克里米亞和克赤海峽大橋 導彈的飛行航程可以達到300公里 他們的首次使用 就導致俄羅斯航空在機場遭受了重大損失 最近的襲擊摧毀了克里米亞的防空系統 幾乎整個克里米亞以及克赤海峽大橋 都將處在遠程導彈的摧毀範圍內 這些導彈還可以到達俄羅斯邊境地區 在22日 歐盟委員會對TikTok發出了最後通牒 給它24小時的時間 如果不能按時提交TikTok精簡版 對用戶心理健康影響的評估報告 將被處以最高達到年收入或者是全球營業額1%的罰款 或者是最高達到日均收入5%的定期罰款 而且TikTok還需要在5月3日之前提供其他被要求提交的信息 包括他們將採取哪些措施來保護未成年人和用戶的心理健康 歐盟監管機構在一份聲明中說 歐盟委員會已經向TikTok傳達了歐盟將採取臨時措施的意向 包括在歐盟暫停TikTok精簡版的獎勵計畫 直到它的安全性得到充分的評估 說到這個所謂的TikTok精簡版是在之前的11日 TikTok宣布在法國和西班牙推出一種新的服務 它是專門給18歲以上的用戶提供所謂的獎勵計畫 允許用戶在平台上執行某些任務 例如像觀看視頻 為某些內容點贊 關注創作者 或者邀請自己的朋友加入TikTok等等來賺取積分 這些積分可以兌換亞馬遜代金券 PayPal的禮品卡 或者是TikTok幣等獎勵 而這種TikTok幣可以用於給創作者支付小費 歐盟的內部市場專員布雷頓在X平台上發文說 我們懷疑TikTok的精簡版的功能有毒 而且容易成癮 尤其是對兒童來說 除非TikTok提供令人信服的安全證明 否則我們隨時準備啟動數字服務法案臨時措施 包括暫停TikTok精簡版的獎勵計畫 我們將不遺餘力地根據數字服務法案來保護未成年人 而美國眾議院在20日通過了一系列的立法計畫當中 包括迫使TikTok與它的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玻璃 否則TikTok在美國將被完全禁用 德國總理舒爾茨在上週剛剛訪華結束 22日 德國檢察官就宣布了逮捕三名德國公民 因為他們涉嫌為中共的國安部門效力 把可用於軍事目的的技術交給了中方 檢方聲明表示 這個案件的嫌疑人 是F夫妻兩人與托馬斯安 這個F夫妻在德國的杜塞爾多夫經營著一家公司 檢察官把托馬斯安描述為 中共國安部一名雇員的代理人 他們是從2002年開始為中共的情報部門工作 托馬斯安代表一名中共國安雇員 在德國獲取可用於軍事目的的創新技術 在這過程當中 他們就利用F夫妻經營的公司 作為與德國科學研究人員聯繫和接觸的媒介 檢方表示 這個F夫妻通過他們的公司 與一所德國的大學達成了一項合作協議 其中的部分內容就是為一個中國的合作夥伴 準備一個先進機器零件的研究 這種零件對於強大的傳播發動機 包括戰艦使用的發動機的運行都很重要 這個項目也是由中共當局的機構資助的 檢察官說 犯罪嫌疑人還代表中共國安部 從德國購買了一台特殊的雷射器 而且沒有經過授權 就把它出口到了中國 而這台設備的出口實際上是受到了 歐盟雙重用途法規的約束 採購的資金也是由中共國安部來支付的 這次逮捕行動是根據德國國內情報機構 收集到的資訊進行的 被告人將被帶去見聯邦法院的預審法官 法官將宣布逮捕令 並決定是否執行審前拘留 德國內政部長費瑟表示 政府正在監控 中共的商業 工業和科學間諜活動 對德國所構成的重大威脅 逮捕這三個人是德國反間諜活動的巨大成功 這個案件受影響的領域是德國可用於 軍事用途的創新技術 所以特別敏感 德國司法部長布施曼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這幾名被告正在對一些研究項目進行進一步的談判 這些項目對擴大中共的海上戰鬥力非常有用 在4月22日 去年因為涉嫌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 而被捕的一名英國議會研究員和另外一名男子 被英國執法部門正式以間諜罪指控 BBC報導說 32歲的貝里和29歲的卡什 因為官方保密法受到指控 將在26日出庭 卡什之前因為在保守黨議員成立的組織工作 所以享有進入議會的權利 英國倫敦警察廳表示 兩人被指控向外國提供文章 筆記 文件或信息 而這個外國指的就是中共 警方還表示 這是一項非常嚴重的指控 而且調查過程極其複雜 反恐司令部司令墨菲表示 我們知道公眾和媒體對這個案子非常的感興趣 但是我們要求其他人 不要發表任何的進一步的評論或者猜測 以便刑事司法程序能夠順利進行 據瞭解 嫌疑人貝里是來自牛津郡威特尼 對他的指控發生在2021年12月28日到2023年2月3日之間 而對於來自倫敦白教堂區的卡什的指控 是發生在2022年1月20日到2023年2月3日之間 王家檢察署特別犯罪和反恐部門負責人普萊斯表示 王家檢察署反恐部門22日授權倫敦警察廳 以間諜罪指控兩名男子 但是兩人目前已經獲得保釋 將於4月26日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 據報導 卡什一直在中國研究小組工作 這個組織是由現任安全大臣圖根哈特共同創立的 目標是幫助英國應對中共擴張的新思維 廣東省連續多天遭遇強降雨天氣 多地出現洪災 導致多人遇難 至少有十人失聯 目前廣東省已經轉移了11萬人 官方又開始宣傳說 這是百年一遇的洪水 但是民眾嘲諷 年年都有百年一遇 另外 近日在貴州全省出現冰雹災害 冰雹像雞蛋大小 還有的部分冰雹和手掌一樣大 道路被淹成了冰河 有路人因此滑倒受傷 也有居民被冰雹砸得頭破血流 4月19號到21號 廣東多地降下暴雨 其中韶關 清遠 趙慶三個地方的洪災嚴重 官方在22日宣布 趙慶有三人遇難 韶關一人遇難 而韶關和清遠等地仍有十人失聯 全省累計轉移民眾11萬人 緊急安置2.58萬人 但是網傳的現場視頻可以看到 洪水把房屋的一樓全部淹沒 汽車被沖走 洪水的深度已經到了成人脖子的位置 災情嚴重 外界質疑官方的數據嚴重不實 隨後官媒還宣稱 北江幹流飛來峽水利枢紐 在22日30日出現18,900立方米每秒的最大入庫流量 接近百年一遇 22日90日 北江幹流全線出現洪風 對此網友嘲諷說 年年都有百年一遇 到底是百年一遇還是年年都遇? 還有的網民質疑說 清遠 趙慶 韶關 洪災嚴重 是因為當局為了保下游的廣州而洩洪 有人說 清遠下游是我們佛山地區 如果佛山頂不住 廣州就完蛋了 趙慶有一部分就是預留的洩洪區 真有情況的話 保廣州 佛山就要洩洪 另外 在4月18日到19日期間 貴州全省的39個縣市區出現了冰雹災害 貴州的居民拍攝的視頻顯示 多地降下和雞蛋一樣大小的冰雹 最大的直徑有70毫米 落地之後成了冰河 順著暴雨在道路上流動 甚至流進了街區的商鋪內 還有的行人踩到冰雹摔倒受傷 民眾紛紛躲進屋內 甚至有屋頂已經被砸穿的 需要舉起木板保護頭不被砸中 不少汽車的擋風玻璃也被冰雹砸碎擊穿 當地的居民表示 沒見過這麼大的冰雹 進入到4月份之後 貴州多地下了好幾次的冰雹 在4月10日的傍晚 一場罕見的冰雹天氣 突然襲擊了貴州省臺江縣 還伴隨著雷電和大風 當時的冰雹最大的直徑有35毫米 平均重量達到18克 像雞蛋大小 這是幾十年來的罕見 持續9分鐘的冰雹還伴隨著大風 吹倒了許多的民房 樹木被攔腰折斷 房屋和車棚被砸得千瘡百孔 場面一片狼藉 之後的4月15日 貴州前西南地區也突然下起了雞蛋大的冰雹 部分居民的房屋和車輛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壞 除了雞蛋大的冰雹之外 從15日晚開始 雨水也橫掃整個貴州 在強對流天氣來襲的情況下 讓許多市民猝不及防 據貴州省氣象臺21日的消息 一直到24日白天 多地都有震雨或雷雨 局部地區有中到大雨 還是要提醒住在當地的觀眾朋友多注意安全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和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